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男生戴着也完全没问题 白色图案T具搭配黑色修身小西装 这样的吴亦凡其实已经足够帅气 但是这跟蓝色印发方巾的搭配 更具欧式朝版凸显魅力气质 罗布尔细薄丝巾加牛仔服丝巾和牛仔服 一个是优雅质感的象征 一个是潇洒不羁的代表 但是两者居然能绝佳地融合在一起 白色衬衣搭配宽大的牛仔外套 再配上一条宽松的牛仔裤 看上去非常随意自在 而红色方巾的存在 有了一种微微颓废的时尚美感 不少长袖长裤的脸体裤穿得不好 会有一种工人的造型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产生 配饰的点缀是必不可少的 而这款黑白配色的方形丝巾 逼调地散发着甜美优雅的气息 搭配文艺饭十足的画家帽 乖巧可人又洒脱不羁爱自由 额三七万丝巾牛仔脸体裤 是已经火了很多年的潮流单品 皮革的明星和时尚达人也不少 同时穿连体裤也能够免去搭配的烦恼 但是有时又会缺少鲜明的特色 所以手腕的这根印花瓷巾 就能够代替过于纤细的手脸 来点缀长袖造型 是不是很醒目呢 而在这深乐重 两根彩色印花瓷巾 一左一右的细于手臂之上 这样独特的装扮确实十分的醒目 在增添时尚元素的同时 也平添了柔美华丽的感觉 让整个造型亮眼的不少 六四 细腰丝巾飘逸的 蓝白印花丝巾细于腰间 行走间 飘扬的丝巾 让整体有了一种 走路都带风的气场 而且不得不说 这根丝巾的点缀 让宋茜的这身 简单干净的 第一去配牛仔裤的造型 有了记忆点 当然 丝巾不仅可以像挂尸一样 记得腰间 也可以当作腰带使用 绿白相间的丝巾 取代了常规腰带的平凡存在 搭配上牛仔裤 简直妙趣横生 不显突兀 反而更显精致 美初心高度 最后